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又再次和大家相约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哈 因为今天是黑五 大家也知道是每年开始这个上场打折促销广活动的时间 但是看来今天我们的这个活动啊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然后朋友们也在纷纷的在那个拥进这个直播间 看来啊在投资和这个消费的这个选择当中 投资还是第一重要的哈 非常开心 那因为昨天呢是美国的感恩节 那在这呢也补补一次祝福啊 祝我们所有的投资社群 包括爱奇学堂 包括我们这个各个交流群主席群的朋友们 感恩节快乐 感恩有你 正因为有你的存在 让我们大家彼此温暖 也正因为您的存在 让我们的这个社群越发的有活力 然后更加的有意义 闲言少叙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首先先带来我们的学堂百科 大家知道啊 其实从这个投资的角度不仅仅是美股啊 或者是数字货币啊 其实有很多这个分门别类的这个投资话题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现代艺术 那这个现代艺术的投资价值 当然了因为这个投资价值 现代艺术的投资价值呢 我们今天不会跟大家来这个展开式的去阐述 因为我们明天呢邀请了一个知名大咖 会给我们大家这个科普啊 我们很多大家关心的 包括如何鉴赏啊 如何珍藏啊 这个价值这个品位 如何去去这个甄别等等等等 很多这个关键这个关键词的这个 给大家的一个科普 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做这个学堂百科 为我们大家呢来分享一下 就是现代门派里面 值得让大家认识的五位 这个艺术家 那也看看他们的这些作品 其实他们的作品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这个关键词 和他们的一些代表作 二叔能详 也许原来你看到就会恍然大悟 原来就是他 好的 下面的时间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学堂百科 同时呢也利用这五分钟时间呢 我们在等候逐步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们先来了解 最值得学习关注的五位艺术家 艺术家 艺术高不可攀 按实际上 本就没有艺术这东西 只有艺术家 只要你 艺术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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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精彩的内容等你哦 如果要是你想回看 或者是再次关注我们 在安心学堂 包括我们投资社群的相关内容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油管频道 订阅我们的这个安心学堂 然后呢 这里有很多的课程回顾 和我们这个学科 学堂百科 包括我们投资社群的相关的这个分享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这个分享点赞 包括转发哈 那今天呢 我们再次的跟大家提醒一下 在明天晚上 那就是假期时间的晚上六点钟 那东部时间的晚上九点钟 我们会邀请黄上先生 为大家讲解现代艺术的价值 现代艺术收藏的步骤 以及现代艺术与个性化生活方式 影像艺术收藏等知识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节目介绍当中一样啊 就为什么他的收藏品会有如此高之价值 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这个收藏地位 在拍卖会当中 为什么可以达到八位数的这个价值哈 那黄上呢 是一名艺术摄影家 艺术策展人 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史硕士斌专业 那他在九十年代末呢 也创办了北京首批现代艺术画廊 他的很多作品也被收录于这个英国呀 或者是美国呀 等相关的这个主要和周知的这个杂志当中和收藏当中 好的 那下面呢 今天我们会 会那个期待我们今天的发起人 David包括我们的群友 会有哪些内容 跟大家来分享呢 那下面的时间呢 就交给David 当然呢 提前也给大家做个预告 就是大家很关注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顾俊成 我们的这个 B圈达人啊 然后最近又有新的动作 然后呢 今天呢 我们也将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更新 那下面 有一个时段呢 这个Aaron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 好的 首先邀请David 大家好 那个周五又到了 今天而且是黑五 我觉得本周的这个股市呢 应该说真的充满了很多的离奇色彩啊 我个人的感觉就像 好像像莎士比亚戏剧似的啊 都好像是设计好的一样 感觉呢 果然是没有让大家太失望了 也继承了美股的一项的传统啊 感觉还是让大家过了一个比较愉快的一个节日啊 然后呢 随着一天的这个停啊 修盘 今天呢就迎来了我们的戏剧啊 黑五的黑天鹅 嗯 大家如果觉得说这个黑五的这个黑天鹅来得很意外吗 其实好像都是不是什么最新的消息啊 但是华尔街呢就是如此啊 很喜欢把戏剧啊 做得很到位啊 那今天的我们首先来讲回顾一下上周我们讲的是什么 我们生活中的美股啊 因为呢最近呢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啊 就是我觉得最近大盘啊 没什么好分析的啊 呃 无非是这个戏剧想怎么排的问题啊 呃 风险也很大啊 这个 这个大盘的价位呢也很高 嗯 至于来讲还会不会去涨 呃 圣诞行情还会不会来 明年的这个调期 鲍威尔的今年的继任啊 那我们所以就看看本周的内容啊 那本周呢 如果今天有跟盘的朋友啊 今天都知道啊 今天是一个全红的日子啊 呃 还是一样啊 我再再说明一下啊 就是说 因为我这个截图呢 来自一富途牛牛啊 这是中国的这个绿色呢 就代表了美股的红色啊 今天是血流血流成河啊 呃 红绿色忙的朋友就比较容易了啊 因为每次看到我这个绿色啊 大家都觉得今天是不是赚了很多钱啊 呃 但是今天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整个美股板块 今天应该来说只有小小的两三块的小红 小小红块啊 也就是真正的有有增长的部分啊 第一来讲的就是生物科技啊 疫苗股 但是这个疫苗股涨的是不是也很奇怪呢 当时我们在谈啊 呃 诊断和研究啊 这个也还是跟啊生物医药啊等等相关的 而整个的大盘的其他版本 版面今天是非常难看啊 呃 那斯达克指数和标普指数呢 都还有 还有大盘主指数啊 今天都分别跌幅超过了2% 呃 刚才我还特别去看了一下它的K线图 以及它的周K线图 这个如果我们在那个将近到5点半以后吧 如果我们还有点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啊 那个三大指数的那个K线图啊 我们看一看它现在是不是走到了支撑位 下一个支撑位会在哪里 这次的跌幅是不是今天就算走完了 然后下周呢会有一个不错的反弹 呃 这些呢我们都不在这里做什么猜测啊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啊 就是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整个的一个涨跌的一个比例啊 今天啊 今天跌幅啊 下跌的股票是9723个啊 上涨的股票是1978个啊 将近4比1的比例啊 所以应该说是我们应该在美股中啊 这是相当惨的一天啊 那这个到底什么原因呢 那我们来具体的看一看啊 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一些重大的财经新闻啊 那财经新闻呢我就在这里简单的摘录了几个啊 包括如果今天如果在那个我们那个投资社群里的啊 我也发了几篇文章啊 大家有空呢可以去点开啊 那个也有朋友反映啊 就说我现在那个做财经信息的那个网站啊 就是温365的这个网站啊 说大家有些朋友经常打不开 这个呢 现在目前一部分的原因啊 因为是从微信打开 北美的网站啊 速度有所下降 所以大家呢 不用 不要觉得啊 就是说这个网站是出现了问题 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再刷一遍啊 就能打开了啊 那我们看一下本周的这个重大财经新闻啊 第一来讲呢 应该说比较官方的重大新闻呢 就是鲍威尔的连任的问题啊 等一下呢 我们可以去 就鲍威尔连任啊 那美国的一些财经啊 财经记者啊 都说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啊 等会我们看一看 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收款嘛 将被禁止使用的问题啊 这个话题听起来好像挺恐怖的啊 我想这些啊 中国的顶商股不就完蛋了吗 但是呢 今天我看了一篇文章啊 就是说是这条新闻呢 可能被误解读了 啊 然后我仔细去看了一下啊 他真正要禁止是在明年3月份啊 他将会禁止的是个人静态收款条码 原则上禁止使用远程的非面对面收款 也就是说海外的微信收款 如果是针对商家付款的 可能会出现问题啊 包括最近我在这个微信上啊 购买那个USDT的时候啊 因为原来呢 我购买USDT呢 都是通过微信上的这个 微信钱包里的人币去买的啊 这样子呢 比较方便啊 但是上周呢 我就遇到了比较比较大的问题啊 等一下我们再说啊 为什么这周我加仓了 嗯 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啊 嗯 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的这个话题啊 那等一下就是黑天鹅来了 嗯 嗯 美股骨折了啊 嗯 比特币也冻伤了 嗯 嗯 冻伤了 是不是冬天就快要过去呢 嗯 嗯 等一下我们在5点45以后啊 也邀请了郭俊成啊 来跟我们谈一谈 今天我们就不做什么讲座了 我们就是针对的啊 就是说针对啊区块链啊 今天我们讲两个大的话题 一个区块链啊 今年年初的时候啊 一家财经媒体啊 做的关于2021年啊 区块链的十大发展的预测 那我们看看有多少已经实现了啊 多少还在路上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讲一讲说区块链的八大应用啊 从这一方面来讲我们进一步去了解啊 从区块链在未来的投资价值上 应该从什么方面去学习 那第三条新闻呢 就是关于世卫组织啊啊 组织的特别会议啊 欧美各国呢已经开始强跑 又要分国了 嗯 这个分国的问题呢 现在好像我听到的新闻就说 欧洲的是哪家国家已经正式宣布分国了 其他的欧盟呢 现在目前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讨论啊 包括北美啊 咱们讲的北美情况啊 加拿大和美国好像现在都针对了一些国家的航班 进行了一些限制啊 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南非 这个就是新病毒的所谓的发源地啊 南非南非病毒啊 据说这次病毒为什么那么吓人呢 因为他包了一个艾滋病的外衣 嗯 据说这次的新的啊 新冠病毒啊 进行了变异之后呢 是结合了艾滋病的病毒 所以来讲呢 现在目前的嗯 疫苗呢 很可能无效 但是今天很风趣的啊 就今天的所有的疫苗股啊 都大涨了将近20% 所以我今天在看在群里就看到了一位那个 我们也是啊 我们的这个 我认识的一位这个 也算是投资界的一个 也算是一个大咖吧 他就评述啊 他说既然疫苗可能对新病毒无效 为什么疫苗股还会大涨呢 这就是戏剧嘛 大家不要太认真了啊 呃 第四一条呢 就是关于美国散户啊 根本不在乎同棚 蜂拥接盘科技成长股 但我想呢 可能是在今天之前吧 今天之后呢 嗯 我想大家的这个 恐惧感啊 可能会加剧了一点啊 那个首先来讲啊 今天等一下我们有空的时候啊 我们去看看那个K线图啊 UVXY的K线图啊 今天UVXY的K线图暴涨了50% 啊不是K线图啊 UVXY今天暴涨了50%啊 这是既 是今年 今年三月份 还是去年三月份的啊 应该不是去年三月份 因为去年三月份 UVXY的 当天的暴涨是 我印象中应该是将近达到20倍啊 呃 这个 显然啊 现在目前的恐慌肯定跟去年三月份是无法相提并论了啊 但是也是今年三月份以来啊 那次属于科技股的大回调的时候 呃 UVXY暴涨了50% 今天UVXY的暴涨 真正是不是把大家的恐惧意识掉打啊 掉影出来了啊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关于美股异动啊 有这么几个板块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 啊 抗疫概念股 大型科技股啊 啊 大型科技股啊 普跌 油气板块啊 普跌啊 今天原油的价格似乎是跌了将近5%吧 啊 这个大家反正也要注意啊 能源股啊 如果是已经啊 盈利不少的朋友啊 是不是考虑考虑啊 呃 下一步的呃 能源股的这个支撑位在哪里啊 是不是该适当的去止盈了啊 啊 轻能源板块啊 啊 概念啊 还有电动车好像今天都跌的惊惨了 社交板块呢 就应该不是本周的事情了啊 啊 社交板块应该随着snap啊等等一些出现问题啊 啊 都出现了最近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啊下跌 啊 啊 当然了社交板块的下跌可能是啊 因为我记得上周讲过这个话题啊 啊 就是因为那个苹果的那个个人隐私啊 啊 隐私的这个 呃 限制啊 使得一些那个能源啊 社交板块啊 这个广告啊 受到了影响 千万黄金今天上涨啊 本周是啊 上涨啊 呃 其实还有一个我没有写在这里的啊 呃 如果大家尤其是在昨天这个感恩节的时候啊 有没有注意两个 呃 北美的两 两个大的这个实体 呃实体百分供应商啊 都出现了财报啊 远不寄预计的话题啊 一个是啊 Northstrong 呃 股票昨天应该是跌了将近 我印象 记不太清楚了 25%以上吧 呃 还有gap 所以这些话题啊 都是我们下一步可以 啊 我们可以有时间的时候啊 我们探讨一下 啊 还是我一直好 呃 就是 呼吁大家的啊 呃 大家如果今天对这个黑天鹅的话题啊 下一步美股的风险话题啊 以及可以关注板块的话题啊 呃 如果有愿意啊 进行个人分享的啊 请那个举手 跟那个我们的那个呃 我们的管理员啊 华米加进行个报名 呃 有的朋友说啊 为什么你们不把这个 不把这个话筒打开啊 大家这样不就可以自由发发言了吗 啊 这一点呢 为了保持呢 我们直播的这个效果啊 因为有在几十人啊 上百人的这样的直播直播平台呢 如果我们把话筒打开的时候 难免啊 总会有一两个两三个呃 这个用户啊 不注意把自己的手机的话筒打开了之后呢 呃 正在家里做饭啊 正在小孩哭啊 吃饭啊 就会出现一些嘈杂之声啊 所以请大家谅解啊 这个我们现在还不能是把这个话 大家的话筒全都打开啊 那今天呢 我们要探导的话题呢 就是市场在担心什么 我总结了这么几点啊 不一定总结的很全面啊 就新冠病毒的这个 啊 毒株啊 来袭啊 另外一个呢 就说啊 市场担心了新一轮的封锁 大家都知道啊 前一段的全球物流的话题啊 带来了一些啊 现在比如说像是 啊 啊 啊 出现这个 财报不达预期的原因啊 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啊 就全球供应链出现了问题 所以呢 市场担心了 嗯 新冠变种病毒啊 会带来新一轮的封锁 造成这个物流的更加的紧张 第三一个呢 就是美股的啊 美美国的股指期货啊 大跌 这个呢 我我在那个日交易群啊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好不小心点了一下 我在日交易群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截图 是我本周呢 进行了一个小小的日交易操作啊 我今天早上一打开的时候啊 其实我一看大盘跌了啊 我就看了一下我的日交易的那个 我日交易的这个这个下的单啊 全都已经止盈了 呃 所以今天的大跌呢 如果大家其实如果是做一些对冲的朋友啊 使用日交易呢 也有它一定的好处啊 非常简易 其实我就花了一分钟的时间吧 就随便点了三项 然后呢 今天的总共在日交易平台上 我看啊 今天我下的所谓的抵押款是 我记得大概是在将近在1万美金左右吧 然后就止盈了 它止盈是在止盈在20% 所以来讲呢 说这样的一个对冲呢 有时候也很简单啊 呃 如果你判断你的对冲的时间 或者是点位出现了问题 随时止盈呢 随时止损呢 有时候你可以控制的 比如说5%啊 这样子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啊 比如三五百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损失 万一判断错了啊 呃 其实还是可以manageable的 第四呢 就是黑色星期五啊 在黑色中揭幕啊 今天的嗯 股市行情呢 显然加剧了市长的担心啊 啊 油价暴跌 市长担心呢 旅行再次出到啊 再次的收收线 呃 今天如果我们有时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看那个就是 呃 复苏国复苏股的板块啊 今天跌的是非常惨的 在我的模拟账号的这个 呃 这个领跌的这个 领跌榜的前十名里头啊 好像我记得有五个都是来自复苏板块 包括邮轮啊 美国航空啊 达美航空啊 嗯 还有挪威邮啊 都跌的很惨啊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谈一谈啊 就是本周的应该说最大的一个财经新闻啊 就是关于这个鲍威尔这个连任美联储主席啊 首先来讲啊 嗯 拜登呢 在提名鲍威尔连任的时候 他提到了一点啊 就是鲍威尔稳定的领导能力 安抚了恐慌的市场 而且他相信呢 货币政策 能够充分支持就业 我相信鲍威尔是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合适人选 所以呢 鲍威尔连任了 当然这张照片呢 我们这个右下角的这张照片啊 其实这次鲍威尔这个 美联储主席的另外一个竞选啊 竞争主要的竞争对手啊 当时大家看好的鲍威尔连任呢 是60啊 嗯 这位呢 现在目前呢 这位呢 就任了美联储的副主席啊 呃 大家如果有关注这个话题的 可以自己到这个 谷歌上搜索一下啊 关于鲍威尔连任啊 就可以看到了以上的这些内容啊 今天呢 我想呢就 我今天的手表还没戴在身上 我 我得看一下时间 嗯 大家对今年啊 去年年初啊 啊 美联储所做的一些事情啊 大家都应该都还比较清楚了吧 我在这里呢 就读几个数字吧 咱们就读一点一点的过了啊 就是首先来讲 这次的所谓的美联储采取的措施啊 就是零利率加无限量啊 量化宽松 呃 资产资产负债啊 资产负债表呢 也迅速扩大到了将近8.7亿美金啊 呃 我记得两个月前啊 当时那个 这个财政部长 向这个 向意愿啊 提出了啊 这个 美国财政部 马上就要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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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 短暂的这个放宽上限啊 呃 还有一个月又要到了啊 所以美国财政部又要没钱了 大家都要关注这些信息啊 再一个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 嗯 通胀威胁依然高悬啊 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个 呃 美国的 消费者指数啊 就CPI 已经连续五个月啊 同比增长5% 所以这些话题呢 都说我们 都是其实来讲 就是如果是属于 我们投资社群的老朋友了 就应该是 我几乎天天 每周都在讲的事情啊 那我们下一步呢 就谈一下 第二个啊 第三条啊 第三条 本周关注的这个 新闻里的啊 就是美国散户 根本不在乎通膨 蜂拥接盘 成长科技股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大家都接盘了什么啊 呃 这张表格啊 就是 11月份啊 美国散户投资的 最喜爱的股票啊 如果大家 还是老话题啊 就是如果大家想 索要这个 呃 我的这个PPT啊 请到我的个人的 那个油管频道啊 订阅 并向给我留言啊 呃 这个就是 11月份啊 呃 应该美股投资者啊 最喜欢的 20只股票 领头的几只啊 AMD NVIDIA Apple Lucid Tesla 啊 也包括最近出现很大问题了 Palantir PayPal Disney 哦 好 这里没有 没有波音啊 然后 其实最近 MasterCar 也遇到一点问题啊 Uber好像也遇到一点问题啊 所以来讲呢 这些股票 是不是我们可以马上买入啊 大家自己啊 多研究一下啊 包括等一下呢 如果大家有朋友愿意分享啊 就这些股个股啊 也可以就一个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啊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啊 在这个 呃 美国散户啊 最关注的这18只股票里头啊 嗯 在过去的一年中啊 平均的市盈月率啊 市市盈率啊 市盈率啊 接近十 啊 在过去的一年中 平均的市盈市盈率啊 接近了 十三倍啊 哦 他说的是 包括 就是AMD和英伟达啊 他的市盈率啊 嗯 是 盈利情况相当的好啊 英 啊 AMD 现在的市值 好像已经达到了1.9 1950亿美金左右吧 啊 有可能啊 嗯 马上就要超过英特尔了啊 27年前啊 今天我也听到一个故事 那个 应该是讲到七年前的AMD啊 AMD在这个 新的CEO上任之前啊 AMD的股票当时跌到了将近一块钱啊 在这七年里的啊 啊 啊 AMD的市值 几乎 相对于啊 英特尔啊 涨了一百倍 大家想想啊 这就是成长科技股 为什么那么多的朋友啊 那么关注成长股 当你选对了一个成长股的情况下 就相当于你可能就是真的你不用工作 然后你又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啊 所以有这样的慧眼呢 我觉得有时候投资呢 就不是那么痛苦了啊 这里有一位朋友那个举手啊 那个等一下我不知道 呃 现在 呃 那个管理员能看一下吗 因为我现在好像没有看到是谁在举手 好 呃 这个等会想管理员能安排一下吧 如果等一下想个人分享的啊 我们啊 中间 Linda Linda是吗 举手 我把您的声音打开了 您可以发言 请您把静音解除 哈喽哈喽 啊 顾进城也上来了 麻烦你稍微等一下啊 那个因为我们那个美股部分还没完成啊 我我看看来现在已经5点45是吗 我今天是因为手表没在手上 5点30 哦 还有十几分钟 那麻烦你先稍微听一会啊 没事 听我唠叨一会 哎这个Linda能够 能够讲话了吗 继续吧 我再跟她沟通一下 啊 等一下你跟她沟通一下啊 那我们就来谈一谈啊 就是既然谈到了美国散户啊 现在不顾风险啊 要冲入 冲入这个 科技成长股啊 那我们就来谈一谈啊 呃这个时候 成长股 买入的话 有什么样的风险啊 当然刚才我们讲了啊 就说成长股的 它的投资的这个盈利趋势啊 可能真的是 当你选对了一只股啊 可能真的是 嗯 你就相当于真的是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啊 呃 比如刚才我讲的AMD的例子啊 但是同时来讲呢 我们要同时考虑一下啊 在目前的情况下进入这些成长股 你有什么样的风险啊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机构在干什么 大机构啊 这张图表啊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啊 这张图表上 又出现这个问题了啊 这张图表我们来看一下啊 呃 显示的就是 U.S. technology sector fund flow 就是在过去的 过去的这个 这是几个月 我我没太注意啊 应该是Delta Data Include Mutual Fund 这个图表显示的在过去的这个一年一年多的时间啊 从2021年的1月到今年的应该就过去的就今年的这个这个 这是应该周K线还是半个月的K线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绿柱表示的什么啊 就是基金和ETF买入这些科技的成长股的这个资金的流量啊 但是大家关注一下最后的两根K线啊 最后的两根K线出现了负值啊 而且还有加剧的这个趋势啊 所以来讲呢 就是说当大家如果考虑买入这些科技成长股的时候啊 要注意啊 机构嘛已经撤退了 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这些股票就不能买了 但是要考虑啊 大家都知道美股 不是美股了 只要股票想要涨 一定是有更多的买单的时候才能涨得上去的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当机构开始离场的时候 大家要适当注意点啊 自己包括建仓的仓位啊 或者是逐步建仓 千万不要一下子标进去啊 啊 散户们不断颠覆长期以来的交易策略呢 也是最近啊 大家这个财经的一些媒体啊 报道了一个 比如说啊 GameStop 和Hers这也是公司的这个飙升啊 就是啊 WSP的这种方式啊 今年 除了今年年初以来的啊 GameStop啊 还有像 当时的这个 美国的AMC影院啊 后来的Hers啊 再加上最近的又出现了 应该是川普的那个数据媒体啊 啊 WSP确实很疯狂 确实很多人也赚到了钱 但是我也看到了不少案例啊 很多人是被割韭菜在山顶上啊 所以这些 在允许这些利润的同时啊 注意啊 风险 我下面呢 就是用这个全球宏观策略师啊 他的一个评述啊 我们对过去12个月到18个月进行的总结 IPO 财政刺激和其他的微观事件对散户的投资行为 的影响呢 超过了通膨数据所带来的影响 所以CPI的数据的公布 并未能促使散户大量抛出股票 这个是啊 这个 宏观策略师啊 他表达的一个观点啊 那我们再听听散户们怎么想的啊 这里引用了一个加利福尼亚的一个28岁的散户投资人啊 叫Mad The Law 他今年呢 对通 对这个通胀和供应链混乱的数据 数据 倍加关注啊 但他投资的交易策略呢 有望的大幅上涨的股票 以大幅上涨的股票为主啊 最近他呢就买了AMD啊 区块链的这个啊 这个Ariot 应该是莱特币吧 莱特币的期权啊 呃 他表示来讲的暂时计划继续投资成长股 呃 这就是散户的一个观点啊 他讲的 那主要他总结一句话就说 我主要依赖于动量投资策略 只要价格还在上涨 我就不会放弃这只股票 呃 说的好像没什么错啊 呃 但是呢 那最好这句话呢 说在 不要他突然出现一个30%暴跌的时候啊 那最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那个 呃 上周呢 我们讲了两个大的ETF啊 一个是 呃 20%多啊 在今天都出现了2%到1%的这么一个暴跌啊 啊 最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XLP XLP呢 就是必需类消费品的这个 哦 这个好像我这两个是应该放错了 必需类消费品的这个ETF啊 今天啊 这个地方应该我是放错了 今天好像除了可口可乐 呃 呃 百事啊 呃 还有那个保洁啊 呃 都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跌啊 除了那个亨市啊 亨市奶品啊 这个好像今天没有跌 那我们今天呢 关于美股这部分呢 我们 就大概 呃 总结到这里吧 那个Linda 现在能讲话了吧 我在这里呢 再给大家 呃 适当的我们 如果Linda还没上来之前呢 我们看一看那个今天的这个 三大指数啊 啊 Linda现在能讲话了吗 好 那我们继续了啊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道雄斯指数啊 道雄斯道雄斯指数指数今天呢 啊 在分时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分时图啊 今天的下跌应该说是比较平稳的啊 不是像往常出现那种黄金坑 或者说是呃 呃 上涨突然出现暴跌 今天好像的暴跌来的非常的平稳啊 大家一看一直围着中轴线啊 没有太大的变动 但今天的跌幅却是非常可怕的 最大跌幅点的时候 我记得是看到了一千两百点啊 道雄斯一天跌幅在一千点以上啊 嗯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日K图啊 啊 道雄斯指数的现在的走啊 走势啊 是在三大指数里最差的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 已经几乎跌出了菲伯纳契的这个轨道了 我们要看一下的周线图啊 周线图是 啊周线图呢 现在是卡在了这个三四均线上啊 所以道指的指数走向是最差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纳指啊 我们先首先看一下日K图 日K图呢 现在应该是在这条浅蓝色的线上啊 浅蓝色应该是十四均线 所以现在如果下周一 不大幅的跌破这个十四均线啊 纳指的走势还不算太差 标普500啊 比纳指稍微差一点啊 今天是没有收在这个十四均线以上啊 哎 我看到有一位留言啊 请放全屏 呃 因为这个是我分享的是这个软件啊 好像看不到全屏啊 大家这个其实来讲就是 可以自己到这个啊 任何一个软件 任何一个那个财经媒体的这个网站啊 都可以看到这K图啊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关于这个 我们今天关于这个 美股这部分啊 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那个下一面呢 我们就准备进入到那个 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sector啊 我们今天来聊聊啊 这个啊 加密货币啊 领导还是不在是吧 好 第一呢 我想邀请一下那个顾进城啊 顾进城啊 我们现在进入到那个加密货币这个 这个环节了 呃 上周呢 我讲了一下 关于加密货币投资的期决啊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 顾进城应该可能在什么地方也有看到过啊 呃 我们在这里啊 在顾进城上来之前 我们再把它再重复一遍啊 闲钱投资 长线投资 做好投资计划并严格执行 记录你的补仓价位和仓位 不断的学习投资自己 呃 也就是所谓的啊 呃 你只能赚到你自己认知范围以内的钱啊 第四 第六呢 逢低加仓 大跌大买 小跌小买 上涨装死 呃 最后一个呢 就是不要投自己看不懂的东西啊 呃 好 现在顾进城已经上来了 那我们首先那个 大家欢迎啊 就是我们再次邀请了我们那个 加密货币的这个 投资的这个 啊 呃 呃 区块链啊 这个这个这个预测 呃 那咱不就一起一点点过过吧 有有的方面啊 如果你比较有些感受啊 或者想分享的地方啊 或者说我有些不太明白的地方 我就跟你请教一下啊 首先呢 来讲呢 就说他认为呢 比特币呢 在2021年还在 仍然保持牛市啊 当然呢 呃 按照爱人故的这个 呃 一直的观点啊 已经我们进入到牛尾巴市场了 那进入到牛尾巴市场以后呢 呃 这个牛尾巴还有多长 牛尾巴还会再翘一下 从本周的比特币啊 和一些那个山寨币的一些走势啊 就是每次的反弹似乎越来越弱 啊 因为我啊 还维持着一个比较小的仓位啊 甚至呢 我是在逐渐加仓 我大致的是这么一个策略啊 我不知道想听听Iron 现在目前你对这个币的这个投资呢 我大概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啊 你现在已经基本全部清仓了 呃 能不能请Iron 给大家分析分析啊 就是现在目前如果是从炒币的这个角度啊 你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 呃 我那天你好像呃 咱微信里聊过一次 就关于这个牛市后期的一个仓位问题 我那天跟你说 我在外面流动的一些币基本上都清仓 嗯 但是有些长期冷钱包的一些币的 我一直好几天没动了 没动 嗯 就是像刚才你说的 我们现在牛市应该是到了个牛尾巴 呃 就像吃牛肉来说吧 对吧 牛头牛牛身子都吃完了 尾巴也不一定好吃 毛太多了 我觉得这点肉的话 我觉得没啥必要 呃 我们还不如嗯 把子弹保存好 等着 真的有大的下跌的机会的时候 再去买入是更安全的 最后呢有可能这个牛尾巴再翘一下 但再翘一下的概率呢 我觉得呃 至少呃 嗯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至少你真的想玩的话 你千万不要太大的倉位去玩 你可以拿很少的一点钱 去感受一下这个牛尾巴是牛是怎么结束的 当然至于持续到什么时间呢 这个都不好说 因为市场有突发的一些信息啊 咱都不好控制 但是整个的呃 还是我原来那个上上一次我分享的那样 就是周期大家这个要是最相对容易把握的 我觉得周期到了呃 呃无论你市场上叫的在各种新闻呃 呃再多再杂烂的信息 你周期是最大的一个可以把握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点 嗯周期快到了呃 嗯所以说嗯 提前的话大部分仓委经常是最安全的 呃这里能不能请Aaron给大家普及一下 什么叫比特币的牛年啊 还有比特币牛年的这个周期呢 能不能给Aaron 请Aaron简单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我读过一篇文章啊 大概来讲呢 他就讲了比特币啊 往往呢他是以四年为一个周期 这个是好像是每四年会减少比特币的这个挖矿的这个 产出量是吧 减半对比特币有个减半的一个说法 哦减半的说法 对对对 另外呢我看那篇文章也提到一点啊 就是比特币啊 往往到减半的这个时间段到他达到比特币价格高峰 啊好像现在有那么一点规律啊 嗯我记得那篇文章写到了就是上一次比特币啊 减半之后达到高峰的时间已经到了三百多天 而且呢是每四年现在都有延长 他达到高峰的这个时间的这么一个趋势 所以呢当时他那篇文章你写到就是说 比特币可能会在减半之后一年半左右达到高峰 而今年的年底应该就接近到一年半了 所以啊你你判断的现在目前的比特币的这个价位走到了 你就会也是基本上跟这个也有关系是吧 嗯因为按暗藏以前的那个大家认知的一样就是比特币是四年一个周期 因为和他减半有关系 但至于这个减半之后这个时间有多长 我说实话我没有大致的去精算过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些纯数字的东西啊你是没法预测的 你也预测不太准 但是你就敢如果大家每个人都知道四年一减半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得考虑考虑这个 这个这个下一步周期是不是还是按照原来那个样子继续在走 会不会重复这个历史的那个原来那个那个那个场景 嗯我是感觉现在比特币达到这么大一个市值的话 嗯大家再说多少倍多少倍像以前那样每次涨到20倍什么的 我觉得不大现实因为他体量太大了 嗯他现在嗯应该是怎么说呢 所有其他加密货币的一个价值价值锚定单位 但是呢往往是其他一些新的小币种反而是涨得更猛一些 比特币你说他在涨多少价格的话我现在 嗯我也不敢预测这个价格 嗯我感觉就是我们就是每每一个周期 我们能拿到自己合理的一个利润就好了 没必要太去贪婪 嗯就是不大可能或者是不太靠谱的那些利润 我觉得没必要的 嗯 好呃 谢谢晚上给大家的这个这个建议啊 然后我们现在看看第二点啊 就是关于这个以太坊的价格将超过2000元 大家都会笑啊 现在以太坊价格早就过4000了啊 所以呢这从这一点上来讲是以太坊是远远超出了 今年年初的这个预测啊 呃能不能请Iron给大家讲一讲啊 以太坊为什么那么重要 为什么作为这个呃加密货币市场里的 第二重要的币啊 以及以太坊将来在区块链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啊 他的重要性啊以及他未来他会不会有危机 这个能不能请Iron给大家介绍介绍 嗯 以太坊本身他第二大币他作为第二大币的话 嗯 他最就是他区别于这个比特币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他就是当时增加了智能合约在一块嘛 因为在这个以太坊上呢 在这个链上呃可以产生很多的应用 特别是今年这个defi的这个分布式金融这个 一些项目的爆发呢很多币都抵押在以太坊上 嗯 这样呢就是嗯 呃锁定了很多的币的筹码 应用多他是燃烧的一些gas费也多 包括这种逻辑上去应用他的生态建立起来了 大家对他的应用越广泛的话 他这个自然就推高他的价格 嗯 对他来说我觉得他未来还会有很大的成长应该是 但是还是一样我其实对于这些微观的一些东西呢 我没有太去关注我喜欢把握一些更宏观的东西 嗯就是像还是我 其实我当时我自己本身还是以周期作为一个最大的判断 嗯他再牛逼的一个项目 嗯他到了一定程度他资金还能往里面进多少 对吧 他比他 嗯 本身他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个平静的 他虽然也在不断的呃 变革在改进中 但是呢呃 呃 这都是大家呃 对他期待的一个地方 至于到了那个阶段 能到什么程度 能呃 呃 就是整个市场整个生态对他的接受度 他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呃 便利性啊 对于其他项目的一些呃 相对于其他就是供链的一些优势能不能体现出来 嗯 这都是大家未来的一个期盼而已 嗯 真到那个时候呢 可能这个真正的价值才能展现出来 所以还是持有一个投资的态度 哦 那个我刚才那个在Aaron分享的过程中 我想到2021年啊 那个特别流行的一个热词啊 叫YYDS啊 以太坊会不会成为YYDS啊 我 我的个人观点啊 我觉得还是挺同意这个Aaron的一个观点啊 任何一个事情都会有一个 可能就是脾气太来啊 或者说 他都会走向自己的一个巅峰啊 然后最后是不是以燃烧了自己去照亮别人的方式啊 呃 包括 Aaron其实在给我们介绍关于那个 他即将开始的这个项目啊 起压币的这个项目啊 呃 也讲到了一些啊 他为什么在目前这个阶段去啊 去 开始投资这个起压挖矿啊 这个呢 我们今天会放在讲座的最后的15分钟啊 15分钟的时间呢 啊 啊 啊 投资社群的这个直播的内容啊 因为 投资社群一向坚持的一个原则呢 基本上以给大家提供免费服务啊 呃 免费服务的就是不做太多的销售性的这种行为啊 所以呢 啊 ProShare的那个ETF啊 是在 应该两个月左右了吧 BITO 也上市了 嗯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比特币的ETF啊 还有包括是不是还有以太坊啊 等等的这些ETF啊 都会出现啊 当然最近呢 另外一支ETF也非常火啊 呃 就是Meta Meta呢 是呃 元宇宙的这个ETF啊 其中呢 我也买了一些啊 为什么会买呢 第一来讲是元宇宙这个 现在目前非常火 另外一个呢 他这个ETF里包括了 重要参与啊 元宇宙的 呃 七大公司 其中包括了NVIDIA和Facebook 所以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啊 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支ETF 叫Meta 呃 第四呢 就是关于稳定币啊 将更快的增长 从这一点上来讲啊 我讲实话 我知道有个稳定币 我在购买任何的加密货币的时候啊 也都会去买这个USDT 这一点能不能给Aaron 请大家普及普及啊 所谓的稳定币更快的增长 以及稳定币的风险 会不会相对的减小啊 就是我知道以前我看到稳定币的时候啊 就是讲到了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他抵押的部分啊 好像会是还是有相对的风险的啊 所以稳定币并不那么稳定 这一点能不能给 请Aaron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呢 另外有提问的一些朋友啊 我们今天这些所有的问题啊 都在问答的这个时间段啊 再请大家那个来提问 嗯 关于稳定币这块啊 嗯 这几天有个新闻 就是稳定币 USDC它的那个市场占有量 突然大幅的提升 就是已经达到了那个USD USDT的接近它了吧 更比原来更接近USDT的占有量了 嗯 稳定币其实我觉得其实对于我 我本人来说吧 我就是平时一般套现的话 就会套成稳定币 也很少把它去套成法定货币 就是像人民币啊什么加币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这样更方便一些 因为嗯 往往投资者把稳定币 是当成一个进入币圈的一个工具吗 你你拿到了稳定币之后 然后再去兑换其他的币是更方便的 嗯 因为你法币那个还有过程 嗯 嗯 稳定币它这块一个问题就是 包括今年美国 嗯 SEC啊 它也强调对稳定币的建管 稳定币最早的USDT USDT它本身是 嗯 它那个 发行的稳定币的量 是和它的银行里账户存的存储的 这个相对应的美元是一样的 但是后来 就这么几年啊 老是出现一些问题 就是 大家怀疑它没有 它在银行里没有这么多的美元 嗯 而且呢 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个 故事 就是稳定币也不稳定了 对吧 嗯 拿着比特币被割 拿着其他币被割 那结果拿着稳定币也被割了 就是因为很 经常会爆出一些料来说 这个USDT 嗯 嗯 它本身的银行储备啊 不够了 嗯 结果市场就会搞一波 嗯 再不收一波 收过一波韭菜 嗯 嗯 嗯 这样的话 在开这个我们加密货币这个板块的时候啊 当时我就在那个群里啊给大家分享过啊 现在目前在网络上啊 非常流行做做所谓所谓叫合约的 有短合约有长合约甚至用稳定币做什么这种叫抵押合约的啊 各种各样的方式啊 呃 是不是我们今天因为在这里呢我特别的不想推荐这种产品啊 我个人呢也被某一个大咖邀请去了做给我做哎呦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点到哪里了 哈哈哈 点到哪里了 呃 就是啊 也有一个那个也有一位大咖啊 邀请我去那个去体验他的那个合约账户啊 结果我看了一下我说你这不是赌场吧 呃 他那个下合约的单子啊 就是他压的是最疯狂的一种啊 就是15秒钟的合约 我说这不跟压大小一样吗 然后他跟我说啊他能维持呃 长期的比较稳定的利润啊 在这样的15秒钟的合约里头 他能维持长长期的利润啊 而且号称有一套什么软件啊 我说那不就印钞机吗 呃 所以我对这种就是说天降馅饼的事情啊 我是 我觉得啊大家知道就好了啊 我觉得我个人的观点啊 就是由于这种产品的出现 可能也增加了稳定力的不完全性啊 那下面呢我们要聊到就是说 呃第五个啊 他大概预测啊 更明确的法规和税收规则 我觉得这一点上 呃不知道阿隆有没有什么样的更新的消息啊 因为在这一点上好像 哎呦又出来了 到目前好像还没有一个 我还没有看到什么啊 在比如说加拿大和美国啊 针对这个加密货币的法规啊税收啊 我最近还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啊 新的什么进展吧 呃 美国好像是要求你就是对于你的加密货币收益要报税 呃 毕竟是交易所也不是所有的交易所都是KVC的 呃 特别是那个DeFi 嗯 虚准化交易所呃出现之后呢 这个问题也是个问题 呃 我知道的很多的嗯 比较就是比较大的户吧 就是育圈的很多就是呃 资金上非常贴量非常大的 呃 他们往往是不会套现的 他们往往都是在那个呃 一些呃 像稳定币里面放的 你真是监管就在不好弄 确实面临税收面临很大的问题 我个人感觉也是一样吧 就是呃 不过我因为今天上半年的时候 跟那个加拿大的一个 也算本地的一家那个交易所啊 呃 他算是合法牌照的一个交易所 他也跟我提到了啊 就是现在目前加拿大 针对交易货币的这个 投资方面啊 计算税收的一种方式 是以这个呃 呃提现的这个 提现的部分 你就应该报为相应的收入 除非你在入账的时候的资金 然后你呃 比如说你有盈利的部分 应该是报税了 大概到目前也就这样规定啊 就是比如像艾伦刚才介绍的 如果你长期把你的币呢 都维持在稳定币里头啊 这个就现在目前好像税务局 还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因为未来 我觉得对未来对税收啊 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变革 因为税收的目的是干嘛的 税收目的也是维持很 大部分是维持一个整个公共 嗯 整个就整个国家的一些公共 一些事物的税收什么的 一些那个用途 嗯 未来就是畅想一下 就是未来有可能 随着这种智能合约 嗯 更便捷的话 嗯 当然需要很长一点时间了啊 就是我自己有时候在想那个事儿 嗯 有可能是很多公公益事业 嗯 它的那个募资形式都可能通过速度货币 到时候可能这个税收的呃整个的流程就变了 可能有时有些有些有些项目 假如造一个大桥吧 可能 大家 呃当地人可以去用速度货币来 来 来来筹备这个筹款 然后呢 其他地方的人路过的时候 他可能直接就从你的速度货里说货币里面 直接把他那个你的过路费啊 过桥费啊什么给支付掉了 嗯 这种可能就是你税收 税收的作用就逐渐的被也是去中音化的一个 嗯 现在有去中那个defi吧 去中化金融嘛 嗯 可能以后有去中音化的一个行政 行政手段 来把它一些这些东西来做了 就 当然是我的我的脑洞比较大了啊 自己随便想了 对 你你你我也跟你一起开个脑洞啊 今天我是看了一条那个元宇宙的一条这个视频啊 嗯 呃他就讲到元宇宙世界里的现在拍卖土地的价格 已经高于现在实际土地的拍卖价了 呃我当时听了以后挺傻眼的 然后呃这片土地呃被这个商家买去是做什么呢 好像投入了一千多万啊 他是准备开电子商城的 所以来讲就是说从这一点来讲啊 就是元宇宙以后来讲呃真正的进入大家呃 不是光光孩子的游戏世界之后啊 他会不会也成为一种税收的一种方式啊 比如为了工艺事业啊为了等等啊 就刚才像艾伦讲的那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场景啊 也会变成了一种就是可能使得这个收税的事情啊 变成了一种更像买一些门票啊 更像这个呃买一个车票啊这样的一个这么一种方式啊 可能来讲就是因为加密货币的这种特色就像艾伦说的 如果我不提现你怎么都收不到我的税对吧 呃关键有一点关键有一点就是假如哈 假如我们现在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这个加密货币了 对吧呃假如5年10年之后 你持有的USDT或者其他稳定比啊 你去一个商店去大家老板也认可你也认可 你们中间就不用刷银行卡了 你直接给他转个USDT对吧 你就可以去买东西 你说这些税收怎么去收呢 是 对吧这些东西不好去收税的就和现金一样嘛 其实这个加密货币其实本身就是现金嘛 电子现金起始商量 从这一点上来讲啊 因为最近那个顺便要聊聊美股跟这个相关的一些事啊 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北美最大的这个电子啊 不是应该是那个收费的这个平台啊 那个paypal 最近财报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 呃第二名的那个收费平台啊 嗯square大家都知道square是承认比特币收费的啊 呃所以来讲呢 这些平台为什么现在目前也出现了一点啊 被这种这种所谓的毁灭性创新的这些未来平台冲击的一个现象啊 现在包括mastercard啊 也出现了财报的危机啊 所以来讲这种高利润的收费平台将来会不会被比特币的或者区块链相关的这些收费平台会冲击 我觉得从目前来讲其实已经看到趋势了啊 这一点了 因为因为我知道Iron不太关注美股的 所以我也就顺带在这聊两句啊 因为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了 呃所以来讲就说呃不要忽略加密货币的存在 因为这个世界变化真的很快 说的那个是这个是等于就是呃 区块链的金融嗯对传统金融一个颠覆性的一个一个趋势吧 应该是包括今年的那个defi嘛 defi如果玩会那个defi的肯定会发现这个真正的分布式金融啊 在某些成本它的那个资金利用率啊 包括效率什么的都会比传统金融要高很多 你说老的传统的那些paypal啊 那个和其他那些平台他们被颠覆的话 包括包括现在的银行他们被改革 咱们说颠覆它可能自我变革 而是早晚的事情应该是 嗯我对这个一点呢我也是比较嗯认可 我觉得认可你的观点啊 我个人看到啊就是最近刚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元宇宙火的有点莫名其妙啊 不就一个游戏吧 但是我最近今天看到的一些消息啊 就元宇宙世界里头的那个土地拍卖 居然超过了实际土地价格之后 我开始有点目瞪口呆了 这个世界可能的一些变革啊 真正已经在发生了 大家不要认为这个东西都是预测啊 已经在发生了 所以来讲如果没有关注加密货币的朋友啊 呃为什么我在这个平台里的现在目前增加了 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这个这么一个波段啊 啊也不是这么一个时段啊 就是如果你不理财才真不理你的 呃也就像我上应该上个月啊 我们第一讲的时候啊 谈到加密货币投资的时候啊 我我我当时我记得我总结了一句话啊 呃就是在目前加密货币的资金流量 和这个啊和还是没有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啊 因为因为这个比特币ETF的等等的这些介入啊 加密货币现在进进进入加密货币的资金啊 正在达到一种平衡点 但在目前阶段甚至来讲就比如说是一个月前 其实进入加密货币的这个资金啊是大于支出资金的 所以在这个所谓来讲我当时聊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说 加密货币投资到底是不是零和游戏的这个时候 我当时我记得网络上有一个人总结了一句话啊 在加密货币这个投资还没有达到啊 支出啊支支资金的一种流动平衡的时候 实际上的话现在加密货币的投资要好于美股投资的 美股投资大家讲最多是个零和游戏 甚至来讲在目前的高利率高通膨风险之下 美股的现在投资甚至是复合游戏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他当时总结了一句话 加密货币的投资实际上呢还是蛮温和的 我就在这里给大家复述一下啊 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讲了什么时间 那第七个第七一点啊就是 关于比特币支付的更多应用啊 我觉得这个现在目前我不知道能不能 请Aaron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应用啊 我了解的还不是太多啊 除了元宇宙啊等等 NFT啊 能不能请Aaron给大家更新一些什么 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给大家更新一些 我本身没有太多的信息 但是我本身对比特币支付的应用 我感觉包括马斯克什么比特币能买特斯拉什么的 我觉得本身就是个噱头 比特币它本身不是适合用的支付 它波动太大了 对吧 你说我们用稳定币 我觉得反而 USDT USDC 这是反而是作为支付 这是比较好的 你说比特币应用 其实因为比特币名头比较最大嘛 对吧 在区块链 在区块链在数字货币中 它的名字是最大的 所以每个商家 如果说我我这个商家支持用比特币过买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时候 这个他就感觉哦 我又已经开始和最新的这个区块链这个世界进行了一个沟通 对自己的一个品牌也好 对于那个影响力也好 是一个大的提升 所以说他们说比特币作为支付 比特币本身作为支付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对我觉得我非常同意Iron这个观点啊 虽然说我对区块链的了解还是属于很初级的啊 但是比特币来讲这么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币种啊 它作为支付平台显然是有它的不合理性的 而且来讲的现在目前以太坊 以及将来有可能会得以太坊形成一些挑战的平台的 或者这些币种可能来讲将来会产生的各种应用啊 尤其是以这个DeFi啊 DeFi呢 那讲实话啊 我对这个Decentralized Finance这个词我是知道的 但是到底DeFi在近期啊 或者说不远的将来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应用 能不能请安排给大家个介绍介绍 嗯 DeFi吧 现在它的趋势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就是趋中化的金融这块是没问题 但是新型的形式的那个DeFi还会出现 因为包括现在DeFi它本身有一个问题 嗯大部分DeFi呢是基于现在以太坊的智能合约 包括现在一些其他的链 Bn链啊什么其他的那个各种链吧 嗯他们都是基于模仿以太坊那个智能合约 但是以太坊的智能合约本身就是一个中心化的那个 他相对来说他的合约是比较中心化的 所以说出现了很多的项目方 嗯 跑路对吧 他在智能合约中可以设置一些东西 然后呢造成这个整个币的出现了各种的风险 嗯 嗯说什么被盗啊被黑啊什么的这都是一些问题嘛 但是现在新的这种 嗯 新的一种形态也出现了 嗯 当然嗯 像现在我在呃做的那个奇亚那个币对吧 奇亚他本身他也有智能合约的 但是他的智能合约呢不是在这种链上的 而是基于每个币的他都会有一套自己的一个智能系统 嗯 他其实应该是作为智能币 就是在奇亚链上也还能除了奇亚本身那个币之外 他还能自己创造好多币 就像以太坊一样能自己发币嘛 但是在以太坊网上链上都能发币 在奇亚链上也是可以发币的 而且他那个发的币是智能币 是基于这个币的呃 币的持有人的一套智能合约 他比以太坊的智能合约更加的去中心化 嗯 相对来说也是更安全 他就是本身针对于defi 对于金融设计的一套系统 嗯 所以说新的呃 新的defi形态 嗯 我觉得将会在下一波牛市中出现 嗯 我觉得刚才艾生讲的这个啊 我不知道大家也 其实不知道多少人能听懂了啊 因为我是第二次听艾人讲这个话题 嗯 首先来讲大家对这个decentralized defi啊 大家都知道啊 是叫智能合约 但是智能合约呢 就相当一个 比如说新的一个交易厅 或者说一个新的法庭 他来裁决啊 目前金融交易中的一些这个 呃一些规则等等 但是就像刚才艾人讲的 啊 现在目前以太坊啊 或者说呃 现在目前还存在了另外的六个大的 呃 将来会成为这个供电的这么一个平台啊 他们都是以模仿以太坊的这种方式啊 做的这种defi的这种模式 但是呢就像艾人刚讲的 就说如果这些啊 这些是实际上的还是没有完全去中心化的这个平台中 他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啊 啊去设置一些小的陷阱 以造成了这个就是说所谓的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这种金融 还有一个利己的一种模式 所以刚才艾人讲的就是说 启压币 他可能是一个更彻底的革命啊 他把这种defi的形式做到了币里头 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持有的币 他就可以相当于带一个啊 defi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模 这么一个将来的一种模式啊 虽然我对这个技术我还不是那么理解啊 也许这个技术也没有那么完整 但是我们对未来的期盼啊 往往来讲 他是要在一个呃 所谓的就像美股中啊 大家都知道 呃做预期 股票涨的时候都是在预期阶段涨的 等到这件事情做到的时候 这股票就开始跌了 所以我觉得就像呃 我特别理解 Aaron现在目前想做的这个呃 他的投资的往往都是有比较深度的 以及来讲是比较有长远周期的啊 所以来讲就说等一下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啊 就去来听一听啊 就说在真正的区块链投资上啊 呃炒币呃 不是一种最高级的投资啊 呃 但是来讲呢 任何的一个投资可能都有风险 所以等一下我们在这个 讲完了这两个话题之后啊 请Aaron来讲一讲那个呃 呃 关于奇亚挖矿的这个事情啊 那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主题啊 我现在时间我看一下啊 6点15分 我们用10分钟左右的时间吧 把这个呃 关于区块链呃加密货币市场的啊 这个趋势啊 我不知道这里头啊 大家等一下啊 都大家就可以就说 因为我知道大家现在对啊 加密货币的投资啊 往往现在目前可能我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民调啊 呃 首先持币的人数现在还比较少 而且真正已经开始进行加密货币的一些呃 中长期投资的朋友还很少 所以来讲我为什么现在目前的投机讲 都是讲的非常基础的一些知识 就是让大家意识到加密货币投资到底有没有必要 第二一个就是加密货币投资投资里头真正的风险是什么 再一个就是你去了解一下加密货币将来到底有什么样的未来 到你明白了这三点以后你再去考虑要不要做投资 这个就是我觉得来讲啊 作为我们投资社群的这么一个用意啊 就是不是盲目的让大家都去啊 只要是投钱就行了 我一直在跟大家倡导一个就是说 投资自己啊 你往往投资赚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这一点啊就是我一直想跟大家分享啊 那我们就现在就是跟Aaron一起聊聊啊 就跟加密货币市场的八个未来趋势啊 然后呢我们讲完了这个未来趋势之后呢 待会大家有什么问题 请大家在那个Aaron给大家做的这个 就是企业挖矿的这个项目的这个简单介绍之后啊 大家有一个问答的这个时间啊 第一个趋势啊就是加密货币市场啊 市值的崛起和山寨币的这个热潮啊 这个话题呢 其实我最近做了两个视频啊 我因为我但是我知道啊 Aaron可能是不怎么最近不至少最近不怎么炒币了 但是至少给大家随便聊两句吧 就是你关于这个加密货币的市值啊 以及这个山寨币啊 能不能给大家聊两句 我没大炒币 但是我也有很多信息员 每天都给我发好多新的币 而且这些币啊一上市 都是提前那些哥们都是提前买进去的 都不大买的量都不大 但是一上市往往都会翻个几倍的 但是我从来没追过那个东西 我觉得那东西啊 一旦你形成你的一个市位定市 去抓那些快钱的话 我觉得会影响我其他的一些思考 所以说我就没有参与 但是每天都他们都给我推好多东西 市值这块我也没研究太多 我觉得已经今年 这波已经整体市值已经涨了很多了 山寨币呢 往往山寨币热闹的时候 整个也是大家要小心的时候 每一次都是那样的 因为说实话 山寨币的项目方 当然在山寨里面有些是好东西的 有些确实是好的项目 但是大部分的山寨币的项目方 是想用你的 是用他的币 他的那种就是叫什么币呢 就是山寨币吧 换你的比特币的 换你的其他的USD的 这是他们的目的 这个圈子里这种 包括和交易所的勾兑 一些币和交易所勾兑 去骗取你的资产 这是太多了 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感觉特别是我们 如果是刚进入这个圈子的话 不要去玩那东西 你看着它涨几倍的 没意义的 对吧 你一个项目你可能赚几倍 下个项目你心一摊 进去可能又几倍又进去了 没什么意义 就根据你自己的 能把控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是最好的 我反正是不大建议去玩山寨币 真的想玩 很少很少的资金去玩 千万不要太多搞这个东西 其实真的主流币还是很靠谱的 好 谢谢艾文建议 其实我是属于山寨币 我是有点关注的 因为很巧合的 就是今年1月份 我开始重新回到加密货币投资的时候 我买的第一个币就是狗币 所以来讲后来就体验到了 就Aaron讲的 就说不光是山寨币的这些 它的波动幅度 还有它缩水的时候确实非常快 但缩水不光是它本身币价的缩水 有时候还有它相对于比特币的价值的缩水 比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在狗币上赚到一些钱之后 然后我就觉得 是不是可以把它放成 作为一个长期的投资 就出现了一些笑话 我给大家讲一讲最后的结果 我赚了点钱 后来也没有给它加太多 这因为我一直还是觉得 Aaron讲的就是说山寨币 玩玩就好了 千万别太认真 所以我就放了一点钱 但是当我放了两倍的钱之后 后来我过一段发现 这些币的除了币价缩水 还不算太严重 但是针对比特币的缩水 居然在应该今年的四月份 还五月份 狗币达到了达到我一次七毛之后 从那个点到后来的三四个月 它相对于比特币的这个价格 缩水的将近70% 当然我的钱包里还有一些别的币 但是所以大家就要注意 山寨币呢 我现在是把它当做一个什么的 就是说我现在已经除了一些热闹的一些 所谓的流量币啊 或者说一些热瓷的这些币 还有就是一些热门板块啊 比如说元宇宙啊 比如DeFi啊等等啊 我只买个别的一个 它所谓的龙头币 我把它当做一种学习的方式吧 比如最近那个元宇宙的币啊 就涨得太火了 火到的就受不了 你恨不得那个币就是在过去的一个月啊 你随便拿着这几只元宇宙的龙头币啊 都会涨了两倍啊五倍啊 但是最后你会发现 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板块的币啊 就跟我们现在做美股是一样的 任何一个板块物极必摔 然后呢等到涨到龙头的时候 涨到山顶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快跑啊 所以我现在呢也摸索了一套方法 我觉得挺好玩的 反正比比打游戏好玩 我每天就是反正关注的这么 十几只二十只吧 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这个山寨龙头币啊 反正百分之二十我就减 减个百分之二 我就减仓个百分之二三十 百分之五十 涨百分之五十 我就基本全清仓了 那如果能翻倍的时候 我就只留利润了 所以这么一种玩法 玩下来呢 哎感觉挺有意思啊 我赚不了多少钱啊 这个首先来讲 我是肯定不会去 用太大的仓 太大的这个投资啊去做山寨币了 我觉得投资加密货币 还是跟专专业人士啊 就像埃隆第一次讲座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啊 就是加密货币投资的这一轮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趋势 就是你要跟着技术走 所以来讲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我的属于就是说 学习的比大家花的时间多啊 但是来讲的就是说 我也给大家总结我的读书笔记里啊 就说重要的部分啊 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 不是说我讲的有多对 而是说我告诉你 有些事真的走不完不通 呃 你们要非要试试的话 你不信咱们就拿出来做个记录 呃 三个月六个月 你把你投破学流的记录 你就真正自己记住了啊 那我们现在讲一讲这个 呃 第二点啊 比特币会获得更多重的驱动力 这个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多重驱动力 它指的是什么呢 我这个有点看不太懂 呃 这个我也没有看太懂 它是指呃 这个驱动力是不是很多的 指一些传统机构开始进入这个 呃 那就要这么理解就比较容易了 比如说ETF啊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那第三点呢 那就是不断增长的DeFi市场和DEX的兴起 呃 DEX呢 我说实话 我只知道词词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真的不太懂 能不能给 请爱荣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呃 DEX啊 DEX就是分那个区中文化交易所 哦 区中文化交易所 会更多 呃 包括刚才说的那个奇亚嘛 奇亚的话 他下一步在他的那个钱包里面 就可以直接做交易 包括OTC的那个功能都会做进去 好 第四一个呢 就是啊 预测的这个啊 未来趋势啊 就是多链化的加币世界 嗯 大家都知道现在 可能现在以太坊啊 现在在宫殿里头啊 占绝对的这个 这个垄断地位啊 嗯 哎呃 能不能给大家预测一测啊 就是说 现在目前除了以太坊以外的一些公链 哪些啊 会啊 对以太坊形成的一些冲击 而且这个时段呢 你估计会多长啊 嗯 这个时间不好说 我觉得现在 大家都在就是比较热的几个链 嗯 像波卡啊 像那个爱达币啊 对吧 这几个链是有一些新的东西在里面的 嗯 但是呢 呃 今年火了几个 你下一条啊 第五条说到BSC 呃 呃 嗯 这些呃 它为什么能分流以太坊以太坊的时代 一会说这个事也行 对 因为它有一个依靠一个呃 就是影响力非常大的币安交易所 它其实还是中心化的力量 去让呃 呃 BSC 分到了更多的以太坊的市场 呃 它为什么能分到这个市场呢 因为它的造附效应 对吧 它还是像 有点像传统的那种交易所 对吧 每个呃 呃 传统是RPU嘛 他们叫 他们叫RBO 呃 传统交易所 它能呃 上一个这个就是 这个 那个币安交易所 它有一个新的项目 一上去找多少倍 对吧 大家都跟着上去 感觉能赚钱嘛 所以说把很多的那个 还是靠这个财富的造附效应 吸引更多的人去 去了它的这个 呃 就是链上去了 呃 呃 它肯定是这些币价暴涨的币价 呃 都是他们肯定是超重的 而且一个币暴涨呢 一个很根本的原因 就是很多人看到啊 这个币太牛逼了 就暴涨了 我们追进去吧 这个币之所以涨是呃 嗯 大部分的筹码是在庄家手里的 呃 锁定的大部分筹码 然后用用一种密集式的那种信息轰炸 来让大家感觉这个币还要涨多少倍 然后呢 嗯 吸引更多的韭菜入场 呃 这个是这种 进入的规律是 谁也跑不掉的 他违不 他不可能 违背进入的规律 好 谢谢艾伦介绍啊 那个 刚才讲的BSC的 因为我也在刚刚在币安开户啊 所以我也看到了一些这些 比如说他里头特别推荐的一些 他自己跟他的那个供电相关的一些东西啊 虽然我不是特别懂 但是我看到了 就是他呃 在他的平台上呃 只能使用一些 比如说某些的他自己的特殊的一些规定啊 嗯 当时这个就是我再说两句 当时这个币安 在币安之前有个云碧网 我们知道大家知道吗 在中国玩币的可能都知道云碧网 当时是李耀来老师他建了一个呃 就是一个交易平台 但是因为正确原因呢 到了那个就是17年呃 94的时候他就停掉了嘛 自动关掉了 当时 云碧网呃 呃 他之所以起来就是他当时很多的新的币 都在云 云碧网上上 但是还没有币安呢 产生了很多造福效应 所以说大家都去云碧交易 所以当时EOS这个币上线的时候 云碧网成为全球最大的EOS的一个交易所 呃 他那个交易量是全球最大的 当时就是因为正是原因 就是云碧网 没办法 因为他国内嘛 他就关了 但是后来币安不是出来了吗 呃 所以币安这现在在他整个的这种 呃 就是上币的一个体系啊 也是呃 就是延续了云碧网那种方式 就和传统交小一样 呃 打新大家都要去打新 但是呢 打新的话 你每个人拿的筹码是非常少一点点 呃 但是呢 你分扩散面比较大 大家都关注这个项目 然后呢把它拉到一个很高的价格去 好 谢谢大家分享啊 那下面那个我们讲到第六条跟第八条 其实都是讲的以太坊 呃 这个他的一个所谓的未来趋势发展里头 讲到以太坊啊 会扩展一些解决方案的发展 以及呢以太坊基本面的一个全面提升啊 呃 我只读到了一些啊 最近以太坊2.0啊 然后会去掉了这个给 所谓的这个矿工费啊 呃 而且最近我也是在这个视频里头看到啊 也算是熟人吧 那个宝尔爷啊 也聊到了 现在gas费太贵了 能不能请这方面啊 让Iron给大家简单讲讲 关于以太坊的一些出级知识啊 因为这个理论呢 我们现在就不太多的去讲了 呃 因为还有我们准备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吧 把这部分讲完 然后呢 就请Iron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他现在 为什么会推荐大家进行啊 做这个去啊 起压币的这个挖矿的这个项目啊 呃 就是我个人觉得炒币呢 是一种初级投资 呃 刚才在这个留言板里啊 大家也有人留言啊 说比特币会不会调到回调到三万啊 然后会不会长 他打算长期持币啊 如果跌到三万呢 呃 他会大量的买入 呃 我觉得这些东西吧 就是都属于猜测 但真跌到三万的时候 你就不怕他跌回到一万去吗 说不定比特币就完蛋了 这个事情吧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 大家多去理解理解啊 Iron讲的这个关键词 这一波的呃 加密货币的投资 要跟着技术走 我们就来听听这个Iron讲的这个技术里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悬念啊 或者说你真正能不能认同 Iron这个投资的这么一个呃 这么一个大的一个策略啊 那我们现在就请Iron那个呃 呃 简单讲一讲以太坊的事情 之后吧 你就开始呃 关于这个企业八抗项目啊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嗯 以太坊对我呃 呃 我对以太坊怎么看呢 因为我接入以太坊也比较早 呃 因为14年的时候 我在和威神在北京和上海见过两次面 呃 当时他还没有做以太坊 但是他当时回国的时候已经有这个想法 啊 当时国内的好几个大佬就是包括投资以太坊的大佬都把他请过去嘛 当上上海也是有过见面的机会 呃 但是我真正的就是购呃 购买以太坊的时候是因为以太坊那个盗问题啊 因为盗出了问题 当时他跌跌到了人民币大约在四五十块钱吧 人民币四五十块钱的时候 我当时呃 当时有也有闲的资金嘛 都买了一些 后来陆续的也是呃 以太坊 手上以太坊也投了好多的项目 我觉得以太坊本身的话 从开始创创建以太坊到现在的话 他走了这么长的路啊 他确实呃 给这个区块链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 但是呢本身 他因为是老的项目嘛 他之前做项目的时候肯定有些架构是固定的 我觉得很多问题包括gas fee的问题啊 他现在再去寻求别的解决方案是能解决 但是我觉得他不一定能就完全能够达到特别理想的效果 因为在这过程中还有很多的问题 他毕竟是要一些创新的方案 嗯至于能不能达到一个预期的效果 这这块我也不敢说 本身因为我对技术呢不是太擅长 那我希望他能走走好 嗯但是肯定就像那个你第四 第四条说的吧 多链化的加密时间吧 因为肯定不会只一条链的 嗯各种链都起来了 那包括现在出来了很多的 包括Near什么的那些项目啊 对吧我觉得很多很多很多新的链 新的机会新的模式 可能都会对他有一些 大家互相的一个怎么说呢 说促进也好 整整体对整个加密世界是比较好的 我有一天刚才讲的多链化的一个问题啊 我就当时也产生个影响啊 黑石啊他们这些呃 占着大资金的这些平台啊 他们将来是会不会也使用自己的一些的 在某比如说某一条完全公链的成熟之前啊 可能来讲他们会都会 支持一个相对来说有点 Centralized的这种这么一条公链啊 我也是做了这个 做了这么一个猜想啊 你说我记得是有一天晚上 我也是脑洞都不知道突然想到哪的 我说这个将来会不会这些资金都有自己的一条链 就像战国时代一样的啊 但是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这胡思妄想啊 然后那个圈 哎 请讲 我说他这个 你说刚才这个机构他们有自己的链 他们其实现在投了好多链 而且这个链呢 现在特别是目前出来的很多链都是以POS为主 嗯 就是股权证明股权证明这一块 这块其实股权证明和POW这块 他们两个都是有些问题的 包括POS嘛 POS股权证明 但是嗯 他里边有很多的不透明的东西 股权的分配的一些公平合理 这块也是 非抱受这个勾病的 但是一般的散户也不在乎这些事 只要币价涨拉盘就好 是对吧 但是整体来说对于这个从 真正的这个中心去多中心化 去中心化这个层面来说 嗯 他并没有嗯 怎么说都是嗯 违背这个比特币的一个 呃建立的一个初衷的 好啊等一下我们就请那个 这个郭俊成给我们讲讲啊 为什么起压币将来也可能他的供电 会真正的更能代表比特币的精神啊 呃 等一下那个留言板里的一些朋友啊 有人问那个NFT啊等等啊 呃我们就都放在那个Q&A部分吧 因为现在已经超过六点半了啊 我们现在就请郭俊成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关于那个他的起压挖矿这个项目啊 呃在这个项目之后呢 我们会呃 呃公布一下那个邀请参加这次说明会的那个 呃微信二维码 然后大家可以报名 呃另外呢就是也有朋友提到了 就是能不能给一些关于现在目前的一些主要的主流币种啊 或者是山寨币的一些龙头币种啊 包括进入的价格啊 呃我开了一个小群 呃大家有兴趣的时候 我们在那里再讨论吧 那个呢我个人觉得啊 以学习为主啊 我从来我也没这本事给大家代盘啊 我说话怕把大家带的勾里去了 好那现在我们就邀请呃郭敬成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个起压挖矿这个项目 呃那个我还没准备啥我就随便说吧好吧 啊那就不用那个不要PT了是吧 对我也没准我就随便说吧 呃本身我就是因为可能大家不理解我的创业经理 我本身是不善于去推销推广我自己的产品的人 我觉得我我做的这个东西好呢 大家自然去会参与呃 嗯而且起压这个事呢我是去说实话 我是想给他做一个生态 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比较好 就大家呃不一定非得参与我这个项目 就是我在挖矿大家也不一定去挖矿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起压这个项目 呃从你如果想他对我们散户想参与的话 也不是说非得挖矿就行 你可以去关注起压的呃技术啊生态啊 他的一些新信息啊对吧他和了解他和其他的币有什么不同 呃呃 包括你如果是真的想投资的话 你可以用定投的方式 对吧每周去买一点买一点 因为这个价格可能还会跌啊因为现在是100多了 我估计从2000多从1000多跌到了100多呃 呃还可能跌到100以内都是极大可能的 就是你可以去买呃也可以也没问题 那至于你说挖矿呢就是你自己如果说 我觉得我建议有懂技术的朋友呢 你们自己去研究他去搞个硬盘呃 呃家里有电脑多余的电脑的话 你可以自己看看能不能自己去挖挖那个东西 我觉得这是挺好玩的一个东西 你你只有这样去参与这个项目你才能更多的了解他呃 呃不是说非得就跟我挖 当然你如果是真的想挖 如果你也不懂技术那感觉定投呢有风险 那你跟着我们一块玩也没问题呃 呃说说我就是这个我这个东西呢是比较open的 比较多元化的我觉得没必要非得说呃 我在搞这个项目就大家一定跟我来一一块做这个事呃 呃你们如果希望呃过来和我一块玩欢迎 如果你自己有金有精力有时间或者有技术 你自己玩我也我也高兴 反正我们大家一块是把这个奇亚整个生态给做起来 而不是说非得把我个人的项目做起来 我本身也是给生给奇亚生态呢 作为神奇亚生态的一个分子 来给他等于传播一些呃好的信息 把一个好的项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 我是这样一个目的 呃呃我说说我还用再说一遍那个 我当时为啥就是这个参与这个奇亚这个事吧 哦我想那个因为上次参 那因为我们社群的朋友啊还有很多老观众还是比较多的啊啊 所以我相信来讲呢就是说大家上次听过了吧 就我们今天就讲一些稍微具体吧 因为时间也比较有限 等一下呢因为我们还有Q&A的这个环节 所以今天就讲一讲就是具体你打的怎么投 然后大家跟你投的模式是什么 包括它的风险性是什么 它的回报的预期是什么 就谈谈具体的问题吧 嗯这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我大致说一下吧 就是本身我们就是对于呃企业这个矿机呢 我们呃作为如果是正式去运营这个项目呢 我们有一套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成本 我们呢是把呃整个的成本分成两部分 但是呢我们是把这个比较好好计算的硬盘啊 因为是企业挖矿是按照硬盘容量来算的 把硬盘部分呢让客户来投资呃再加上一部分运营费用 两个加起来 然后呢我们他他占这个整个企业矿机的投资的就是包括运营啊 整个企业矿机运营总成本的一半一半左右 然后呢我们是投资另一半 那包括一些基础的一些东西包括技术方面的全部的运营啊 包括因为我们这个周期上五年来算的 就是包括了五年的电费都在里面 整体的我们打了一个包呃客户投一半 我们投一半 挖的币呢呃我们我们呃收一半 客户哪一半呃等于一半一半 这样这个分这个比来来分配的呃 所以收益呢因为现在这个收益是动态的呃 呃你要按现在的这个币价的话 你可能一看哇呃我年化百分之十不到将近百分十吧 如果再跌的话我看年化又少了 嗯 投我们投加密货币的预期是对于这个币价未来的上涨 所以我们不能按常规的一些传统项目的呃 呃年化收益率来计算这个东西对吧 我们其实作为币本位的话 其实我当时呃给朋友挖矿的朋友包括比特币也好啊 呃其他用币也好这挖矿的话 我说你不要看你如果认识这个项目将来会涨起来 你不要看他的现在的年化收益率 你要看你的墙包里每天多了多少币 每一片的每天每天的积累 对吧积累到一定程度在这个币价没有涨起来之前 你能积累足够的币 哪怕是别人越来越不挖了 你呢继续挖你可能挖的比原来更多 这时候呢等到牛市到来的时候 你有足够的币可以在牛市的周期的呃上升周期的一个相对顶部啊 不是说肯定他不一定卖到最高点了 去把它去卖掉我们才能得到最大的回报呃 呃整体是这样这样一个思路 而不是说我们现在看他收益率多少 如果是现在收益率的话说实话呃 呃大家投资比特币投资以太坊挖矿 你的税益率可能比投资起压挖矿要多 但是呢很多人忽略了一个点 就是现在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卖比特币矿机 卖以太坊矿机的呃 因为我不能因为不能挡别人财路吧这个事啊 就是现在真正的大户都是在抛矿机的手上 因为矿机流动性本来就差呃 呃 因为我知道这个我在这个圈子里面呃 矿机流动性本来就差 趁着币价高点呃 币价在高点的时候呃 呃就是呃就是呃 呃实实的收益率好看的时候 对于新进场的朋友来说 他们觉得哎呦这个好 这个我可能三个月就能拿回本 对吧 可能可能比特币和以太坊更容易拿到钱 更容易把它的机器卖出去 但是大家忽略了一个周期的问题 就是我我一直提到的周期 一定要最关键的就是周期的把握 到了熊市假如扭转熊的时候 这个币价大跌 比特币的回报 会越来越低 而且呢 他们这个价格呢 比特币矿机 以太坊矿机 他们一般打包的费用都是带的 几个一个季度的电费 或者几个月的电费 真正到了呃熊市到来的时候 随着大家 因为很多人还是大部分人还是参与比特币的 因为他们没 他们看不上其他这种项目啊 很多人因为大家看不上 我才去研究他 很多人 再进入比特币的时候 比特币的整体算力 以太坊的整体算力很大的时候 算力越来越大 呃 而且呢 这个币价越来越低 你就会发现 有时候你的电费 可能就 呃 你的电费还不够 呃 就是就是你你你的电费 可能都不不如直接买币了 就你花的电费不如买币了 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嗯 比特币矿机呃 包括显卡矿机 呃 有可能面临着一个更新换代升级 因为矿场的话 他老是没有升级的话 他们也是没有利润 对吧 他算力高算力大算力的一些机器出来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那个比特币矿机 以太坊矿机 在在牛市的高点买的矿机啊 最后你发现面临的很尴尬的一个境地 就是什么呢 哎呀我是继续 投电费去挖呢 对吧还是放弃呢 因为往往和一些矿场你签订了合约之后呢 你 你不交电费的话 他要不给你停机 也可能就把你的 有协议里面有可能把你的矿机给扣下了 就他们的自己的矿机了 等到那个行情好的时候他们再挖起来 这种情况很多 你如果是经历过上个牛市的话 参与过挖矿的人 他肯定能知道这里面的一些细节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收益率 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收益 我们其实没用传统行业的收益率 不能判断这个收益率 你现在的收益率不代表你将来的收益率 我觉得刚刚艾伦讲的一个很核心的关键 就是他一个讲的是投资周期的问题 一个是关于矿机更新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在 如果这个B进入到这个牛市 这个熊市的时候 往往有些矿机来讲 你可能连成本都维护不住 所以来讲就是说艾伦说的 就是关于选择这个投资的周期 还有一个来讲就是上次我做了一个民调 也很有意思就是很多朋友 就是在选择投资比特币的时候 我问他的一个投资的原则是什么 很多朋友居然选择了说是要节能 当然这可能是不是跟那个 艾伦马斯克同志学习的 就是那个艾伦马斯克 不管是因为什么目的 他喊出来了就是说 他当时因为那个说比特币 因为太豪能了 所以他就不支持比特币 当时是为了是抬高狗狗币 但狗狗币是不是就清洁挖矿呢 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我当时觉得还挺奇怪的啊 从这一点上来讲 大家如果选择起压挖矿呢 这是符合你的标准啊 因为那个起压挖矿呢 等一下的我想 艾伦就简单的再给大家复述一下吧 就是起压挖矿 它跟传统挖矿的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除了刚才你讲的一个投资周期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现在目前的币价处于一个 现在目前的一个超低点啊 因为他从 应该从上升高峰到现在已经跌了90%了吧 嗯 我刚才补充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 环保节能那个是啊 因为 因为大家也看到了 嗯 从中国也好 其他一些小国家也好 大家现在对这个 碳中和啊 对吧 这个耗能这块 对比特币 包括不光比特币啊 包括以太坊的那个POW模式的 就是工作量证明 嗯 用芯片算力来 嗯 作为一个验证的一种模式的挖矿 都是有一个 比较反反反对的态度吧 嗯 这几天前没一周吧 一周左右吧 嗯 你像那个瑞典 瑞典在欧盟向欧盟提出了 支持挪威 就是禁止 要求欧洲禁止 POW 就是工程量证明模式的挖矿 嗯 他们现在应开始提出这些要求了 因为现在比特币的整个的算 算力耗能 嗯 相当于一个小国家了已经 这块可能未来会成为一种 嗯 政治正确 被 会不会被别的国家也是延续这个禁止 或者是限制 这一块呢 我觉得 不是没有可能的 嗯 包括现在大家很多 把币啊 把那个挖矿移到了那个什么 嗯 俄罗斯那边对吧 还有那个 嗯 北美 包括加拿大 嗯 现在还没有 但是因为现在我 我们也在找找店嘛 因为其他地方也需要店 虽然店没有这么大 嗯 我们发现 嗯 就是加拿大的店 已经很难找了 嗯 各个省也是 只要有店的地方 都被一些各种 有各种资源的 一些想参与者啊 都给站上了基本上 嗯 未来如果是大批量的这种 嗯 矿机再往往加拿大引入的话 政府会不会限制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电啊 虽然是加拿大这个也是什么绿色 再生电比较多了 但是我觉得嗯 随着全球化的整个的对能源的一些要求 不是没有被嗯 被限制的可能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风险 嗯 奇亚本身来说呢 就谈到奇亚奇亚本身他 为什么他其实他的名字不叫挖矿的 其实我说奇亚矿场这个事呢 是延续了以前的说法 嗯 因为当时当时那个PUW 呃这个模式呢 大家都用文用的挖矿嘛 因为比特币本身也是模仿 呃金矿的开采 呃它作为一个比喻嘛 但是奇亚本身这个创始人 他创造奇亚的时候 他把它叫做耕作 首先我们做一块地 就是我们就 嗯 我原来说过的那个就叫数据封装嘛 数据封装其实我们传统一样叫P 叫P盘 P盘呢 为什么P盘叫Plot Plot是更的意思吧 对不对 我英文不太好 应该是更的意思 更弱的意思对吧 嗯哼 对他是他是来更地 更了地呢 然后呢再去收获 再去你就你更好了地 我们每个硬盘里边放了好多更好的地块 就是每个加密数据包 那是一个地 那是一块地 然后呢更好的那个把它更好之后呢 然后我们放在一个收割机上去收获 他其实是模仿了一个农业的生态 所以说我现在打算把我们的这个项目 就是一个农场 加密农场 而不是一个加密矿场 这是区别于 这是从其他官方本身 他们想区别于这个传统的这个POW模式的一个地方 嗯他搞的这些挺有意思的 他和他里边的内部的一些技术呃运作的一些机制也是比较吻合的 嗯对这是他的在节能上面和在就是能耗上和那个呃叫法上和呃以太坊比特币的一个区别 嗯从刚才Aaron介绍啊就是我们不当矿工了我们当farmer 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就引起我挺大兴趣啊 因为那个Aaron也知道我们去年呢去了加拿大中部的那个草原省啊 那个Saskatchewan 嗯那个我们在那边呢也建了一个就是应该说现在不是不一定是世界上唯一的啊 但是也是至少北美地区啊唯一的一个有建制村落的华人村落啊 嗯我在那边我们也投了地和房子啊 将来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气压矿场开到那里去啊 不矿场我们把那个farm开到那里去啊 那里的店会不会多一点我也不知道啊 以后这个这个话题咱们再讨论 那今天呢我想呢就说现在呢就说我看到我们现在起压的群里呢 现在已经有了28个人呃 呃如果今天呃大家听完这个关于Aaron 关于给起压挖矿的这个这个项目啊 如果感兴趣了如果现在还没有加入起压这个群的 请大家加入扫描我现在放在这个屏幕上的sharing的这个二维码啊 呃加入之后呢呃你才会通呃收到啊 我们请Aaron会我们会特别定一个时间啊啊 呃做一下关于那个chia farm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说明会啊 项目说明会中会讲到关于呃具体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条款啊 以及包括法律条法律啊风险啊责任啊等等啊 那在我们现在目前呢就是这个今天的这个直播的收尾的部分啊 我们有留了一点时间啊给大家做一些啊就是Q&A啊 那我想现在目前想这个想想这个提问的朋友啊 请举手啊因为我们这个必须要通过那个一定要通过这个unmute 就是作为管理者啊要给大家unmute之后啊 你才能够去发言呃现在不知道哪位想想提问的啊 请大家举起手来啊我先把那个留言板里的啊 那个大家提的一些问题啊能不能在这里我先给大家念一下 我就带你们提问了啊呃 Do you have why paper for Chia? 他就是想问的就是你你这个Chia这个是是用白皮书的方式吗 还是通过一个商业合同的方式啊 呃我没理解这句话 可能这个朋友啊他理解为你这个是一个类似像智能合约吧 通过一个白皮书啊呃 还是说你现在就是像一个普通的北美的一种商业的一个合同了 哦不是这个朋友可能没理解 Chia不是我的项目 Chia本身是他的那个我前几期讲过了呃 你有时间可以去翻一下前几期的一个分享 Chia是他那个公司创始人是呃 呃就是美北美非常有名的现役的一个天才程序员他创办的 他之前创办过很有名的一个项目叫BT下载 呃如果是老的玩电脑的玩家应该知道他的名气呃 呃这个项目是他们团队创创办的呃我只是在他生态上 因为他创办的这个项目呢呃他其实是延续了比特币的一个整体的技术架构 但是呢呃呃呃就是创造性的做了很多比特币没有想做 就中本通想做没做到的事情呃呃所以说呢呃呃呃就是就是耕地啊 其实也就是挖矿嘛呃呃这个币也是需要呃呃 耕做需要挖矿来产生的我呢只是做了一个矿场 是在这个项目的生态上做了一个矿场 是用投资硬件的呃方式去获得这个币 这个项目本身不是我做的我只是他的生态的一部分就是等于货币发行的一部分我们等于一个做了一个什么呢矿 其实矿场也好农场也好加密农场也好我们等于一个起压币的印钞机 起压币的发行是我们来发行的我们通过我们的投入硬件投入呃呃每天产生定量的这个这个起压币 这是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是在起压生态之下的一个呃生态环节 我这样说能听懂吗我不是吧呃呃我是听懂了不知道这位朋友能没听懂啊那个 那个Aaron呃呃第一个目标啊就是建建建立起压在加拿大的最大的矿场啊啊 啊将来如果有美国朋友打算打算合作啊我们可以是不是把它建成北美最大的起压矿起压范吗 啊啊不要提矿场了因为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概念要改过来啊我们从矿工啊我们现在要改成我们做farmer 呃另外的呃这里有一位朋友提到了啊就是关于他问的什么是NFT NFT跟这个起压的这个将来起压链有什么关系吗 嗯起压本身他也会有自己的NFT应该呃但是起压里边现在已经已经有个NFT的概念了他和这个呃就是以太坊的NFT还不一样呃我看有个李先生说了好像是那个呃NFT是非同质化代币吗对在以太坊上NFT是呃非同质化代币 但起压的NFT呢他现在是指一个你在矿池里要去呃在矿池里要去挖矿的一个呃你的一个合同合约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一个一个什么呢叫一个证明吧是一个他起了名字叫NFT但是和我们不大一样 ok啊这里有一位朋友说Can I see the second barcode in zoomed out 我现在把这个二维码放到正中间了大家可能就能看到了啊呃我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有没有要提问的如果你们现在来不及举手的话就 就你就可以通过那个留言板给我们留言啊呃这里有一位朋友他的点评啊他说比特币会不会掉到三万啊 呃呃这一点呢我我我个人观点啊嗯我我我都感觉啊跌到三万就像有些股票跌得太惨之后呢其实对大家都不是一件事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啊呃跌到他跌到了这个跌出了他自己的这个上升期啊可能也不是一件好事啊当然币啊币圈啊这个有时候跟股市股票还是真不太一样呃这个我我虽然Iron不炒币啊 但是呢你能不能点评点评啊关于比比比比特币的币价的问题 嗯币价说实话以前吧我会可能会关注一下币价现在也不大关注币价了因为我觉得你把控市场靠币价没法去把控 呃反而觉得我觉得你在真的你判断未来会大跌的情况下呢呃你看一下市场情绪我可能我觉得更可能能抓住一些地点 好那个刚才有一些朋友说是那个看不到我的二维码因为我刚才采用的是分享那个PPT的 PowerPoint的这个方式啊不知道现在大家能看到了吗呃这里有一些朋友提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投资起码多少钱风险高吗 是指什么呢呃就是指的这个起码farm的这个这个投资呃我们这一块我们去那个社群再分享吧价格的那个费用的问题呃我在这里简单的给大家回答一下啊就说如果你要说目前考虑的是一个高回报马上及时兑现的项目 起码脑境мов未必是一个非常适合你的项目啊从至少来讲从我个人想参与那个 newly casi supplies business personal clear on the map的这个项目来讲我是做了长期的呃 并且是作为一个将来在加密後币领域啊 我想做一个投资的一个呃不能说是一个先驱者啊那至少来讲我们是作为比较早的 那一步啊不要等到任何事情发生了之后再说啊当初如果我 在100美金买了比特币怎么样啊 我现在想的就是 我是抱着这么样一个心态 去参与这个项目的 所以呢 我个人感觉来讲 就是说 他的近期回报 可能不是我最关注的事情 但是呢 从风险的角度呢 我也相信Aaron的一个判断啊 这个项目的 就是说 比起其他的一些高回报项目 他显然他也具备了一个 同时的一个经济产品的一个属性啊 就是他自然来讲 他的风险性来讲 就相对来说 没有高回报项目的那么高啊 但是具体来讲 这个项目的回报 以及他的这个风险呢 我们会专门在这个群里 通知大家一个时间 专门在发布会里头 再去说明会再去参与啊 在参与这个说明会之前啊 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 简单的一些筛选 因为我们也不愿意 有些就说 只是来这个怎么说呢 来探听一些消息的啊 因为现在目前这个商业上的一些东西啊 毕竟涉及到一些商业合同啊 包括商业策划的一些细节啊 所以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简单的筛选啊 其他的我看看还有 这里还有一位留言的朋友啊 就是齐良磊 以太坊2.0会彻底取代以太坊1.0吗 2.0年底大致会涨到1万刀吗 关于1万刀的问题 我想Aaron可能不会回答你了啊 那个关于2.0会不会取代1.0啊 能不能请这个Aaron给介绍一下啊 我不知道这位朋友说这个取代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以太坊升级到2.0的话 它肯定是1.0就没了嘛 这是您说的那个取代的意思吗 如果是整体以太坊网络迁移到了2.0之后 那肯定是1.0就是成为历史 大家都会在以太坊的2.0下去做一些事情 另外这个价格的话 年底会涨到1万刀吗 哇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也不是没可能啊 这个你要从金融角度概率吗 有可能 但是我是不参与了 因为我觉得我本身介入比较早 已经可以了 后面的风险会更大一些 价格真的不好预测 引用Aaron一直给大家讲的币圈的 现在目前的这个阶段 是牛尾巴阶段 牛尾巴如果能翻倍的话 就啊以太坊的钱高应该是也就在5000左右吧 如果能翻一倍的话 这牛尾巴就得翘起来了 可是在中国人的这个习惯里的翘尾巴可不是一件好事啊 那个威神好像曾经今年9月份说过一次 他在那个说过一次 他说年底有可能 他自己也没确定 他有可能达到7000左右 他这样说过一次 当时大家都在那里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威神能说出这话来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具体的咱不好判断 反正对于非重仓投资 那个加密货币的朋友啊 我个人的代价 我只是讲我现在在做什么 因为我跟Aaron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Aaron的投资 他不是说现在他就放弃加密货币投资了 他都放到钱包里去了 这种属于长期的这种投资呢 他并不是说他对加密货币他就不投了 而是说他从来不去交易它了 他只是把它留下来了 而我呢属于建仓还不够多的人呢 我是在现在目前这个阶段呢 我主要收以太坊 只要以太坊跌我就我就收 而且基本上我不卖 他跌的越狠 我们买的越多 我大概是这么一个原则啊 我恨不能希望以太坊的跌回到23000去 那这样的我还有机会像一年前 这个当时建仓的朋友一样呢 我还能享受这个特价啊 但是这样的特价将来还有没有 我觉得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计划啊 就是每个人的投资策略要自己来制定 再好的一个专家来给你介绍 他只能讲他的投资策略 那是根据他的仓位和他的风险忍耐度来计算的 所以来讲每个人来讲到底怎么投资 以及投资一个特殊的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自己来计算 至于来讲关于奇亚这个farm的这个项目 适合于什么人 以及来讲你怎么参与 我个人抱着一个态度就是说 我是参与未来的世界 我更相信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我不希望做未来世界中的一个跟屁溜溜的人 而是希望我先到这个世界 一个新世界 我希望提前的我就能进入到这个新世界 去看一看是怎么回事 或者至少比大家 比后来的跟进来的人 我们早点知道大门在哪 我个人是这么一个心态 那今天的 我看看别的问题应该就差不多 因为今天我们也到了 我们这个结束的时间了 这里好像又有两位问题 比投资股市高吗 这个话题怎么讲呢 投资股市也有高风险 也有低风险吧 你比如说长投 你定投 那你的风险一定是很低的 但是至少来讲 我个人来讲 奇亚farm这个项目来讲 应该来讲 就类似于在股市里的定投和 和这种长持的这种方式吧 我插一句吧 我简单说一句 就是这个奇亚的风险 其实我们为什么把这个 就是让客户参与 把硬盘这一块的权益 我们把硬盘的所有权归给客户了 而其他一些配件 我们自己承担 因为其他配件的风险 是相对来说更高的 硬盘呢 大家看得见的 而且用途比较大 而且它的贬值更少一些 将来即便是这个项目不成功 即便是奇亚的项目不成功 我们可能有 因为肯定还会有其他的硬盘 可以操作的项目来做 我们可以转挖其他的笔 或者呢 我们真的假如没有合适的 到了几年之后 这个硬盘本身还有 它本身还有残值的 因为随着这个 整个互联网的兴起 包括视频的兴起 硬盘的应用量是越来越大的 包括每个人家里 有可能未来都可能 有一些硬盘存储 包括现在NAS 加入NAS系统 对吧 所以硬盘的残值是最高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 投资的这个硬盘所有权 交给客户 我们在合同中会有 就是万一不行 您的风险就是最终 您拿回的是硬盘的残值 这个是至少是不会归零的 这是就是这也是和定投的区别 定投欺压币也没问题 很省事 也不用去挖 也不用定期买就好了 但是呢万一欺压币 就再好的项目 我们要从最坏处来打算的话 万一哪天团队出了问题 或整个市场什么 有什么变动政策 政治问题什么的 万一出了问题 你投币的话是会归零的 但是你去用硬件的话 因为硬件产权是 是那个就是我们联合挖矿 投资者的嘛 这块你是 你至少会拿到这个硬件的价格 硬件的残值的价格 所以这块是它的风险 您的风险就是硬盘的 投资的硬盘 在这几年的折旧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费用 就是我们还有 除了硬盘之外呢 还有一个综合的一个运营费用 均摊了一下 因为我们其他的费用比较高嘛 就是等于其实最终还是你们投资者投一半 我们呢投一半 我们联合去做这个farmer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就是说至少来讲这个farm是不但会产出起压币的 对吧 但是起压币呢 可能到时候有这个整体这个公司运作的时候 来决定这个币是 是长期储存起来 还是说会在一些高点的时候会进行一些 没有我们我们这个币是会定 就是每天都会打到客户那个投资 联合挖矿投资的钱包里去 就是我们这个币是直接打到 就是您参与的话 就打到您的钱包里去 就类似于像你存了一笔钱 然后他会定期的把利息付给你 也不说利息吧 就是我们等于 粮食 把收成打给你 我们就是等于 就是我们每天就会产出币 产出了币我就发到你的钱包 你自己拿着 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卖 就是我们建议大家不要 在价格低的时候卖掉 而要等下一波牛市 我们真的我们的 我们的就是 也要合伙人吧 对我们的那个工作合伙人 我们会对于卖的 卖的那个价格什么的 我们也会做一些相应的指导 当然这几年 那个在熊市的时候 我们是攒币 我们手里的币越来越多越好 然后等到下一波牛市起来的时候 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些分析 如何去操作 如何什么价格可以催掉一部分 也会做一些分享 当然这是以后的事情 现在我们关键是要拿到币场 好 非常感谢 到现在还有40多位朋友 一直还跟着我们这个直播 虽然直播今天我们就准备结束了 因为大多数的问题应该都现场回答了 然后呢 想参与这个企业项目说明会的朋友 扫描入群 我们会把时间地点具体给发给大家 另外呢 我们在这个这个说明会之前 我们会进行一些简单的pre-screening 就像任何的一个 有四位朋友举手啊 哎呦这个我不知道啊 我那最后给大家一个机会吧 就是如果 如果现在还有能讲话的朋友啊 就请你们 我都给你们发了这个 ask to unmute 如果你们看到了我的 这个看到了我这个 这个通过的这个批准啊 准备性之后 大家如果现在愿意讲话了 就请你讲话 如果已经下线的话 就没有办法了 其中有一位咱们的老朋友啊 郭晶晶啊 郭晶晶好像已经是不是下线了 回头再联系吧 反正那个如果来不及提问的朋友啊 就进入企业群啊 然后我们在这个群里的到说明会上呢 会有更详细的介绍啊 我想很快的问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参与 参与就是这个农场啊 开采 现在的这个成本跟直接买 企业币的成本 就是如果现在比的话 大概是个什么状况 现在没法比 这个因为都是动态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未来的这个算力会下降多少 但是唯一有一点区别 就是你现在买的话 你现在买 你是现在一个点买很多呢 还是分批去买 我也不知道你的操作方式 是定投还是怎么样 所以说这个没法比 我们呢也算过这笔 大致的算过 就是我们这个光控呢 是不管是熊市 不管是牛市 不管它价格到什么 到多少 它是币价越跌 就整体网络的算力 会参与的越少 我们分得的 就在整个的发行的币中 我们分得的币是越多的 就我们是 如果是去做farmer的话 我们是币越跌 我们越开心 我们拿到的币越多 但是买的话 我不知道就是一般 我上次分享过 就是到了跌到 假如跌到了从100多 一百五跌到了一百 或跌到五十的时候 您还敢不敢去买 就那个时候 你会不会担心它跪零 就这是心态是不一样的 所以您说就是现在这个价格 能买多少 这都得不好说 我个人买了一点 但是现在首先 企业币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像币安这种大平台 现在它把上币了 当然现在目前还没有完全把它的交易打开 所以来讲购买企业币呢 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段 我个人不知道 而且从Aaron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说他期望这个币再继续降下去 这样子的话 我们把这个做farm的这个收益可能会更大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只是买一点看着币到底有什么样的波动 如此而已 就跟我买很多的山寨币一样的 其实我从来不是拿它来赚钱的 我每一个币可能投资的也不到100美元 我就是玩 然后我就再测试一个方法 一次 然后一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涨幅之后 赚个20块50块 我去吃一顿也挺好 刚才这位老师 刚才这位老师就您如果是想买的话 我建议您就是不要一次买太多 还是定投 就一周买几个 一周买几个 这样的话 你的成本可能会分摊一些 虽然你不用挖矿 但是你也不至于买到一个 就是相对不是最低的点 我觉得这样的话 就是把你的成本给分摊了 这样是安全的 你如果是现在买的话 如果跌到50的话 你到50可能买了更多 对吧 你其实如果是定投的话 和挖矿有点相似 但是唯一一点就是你没锁仓 你没有锁仓 挖矿就是别管是币价再低 你已经有了这个机器了 你还是每天在工作 每天在拿到币 没办法 因为你已经投资进去了 你自己想卖也卖不了 但是如果是您定投 您在最低点能分摊您的 就能摊薄您的投资成本的时候 整个市场一片悲观 您可能觉得 可能到了50了 会不会到20呢 您没法这个判断 所以那天你不一定敢买 假如他到了20呢 对吧 他如果是你没有买 你没有在最低的点位买的话 反而是你没 你错过了最好的 贪薄您的 就是就是那个成本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是定投和挖矿的一个区别 就是您自己觉得再有信心的时候 您到了那种 整个市场一片悲观 那个时候您真的不一定去赶去参与这个 就是再继续定投 就错过了这个碳包成本的机会 这是一个挖矿的和定投的区别吧 其实挖矿我上次分享过 就是挖矿等于什么呢 定投加索仓 加强制索仓 当然是前提你看 对你看前提是看好这个项目的前提下 而且就即便是到了牛市的时候 每天就我们有一个策略就是什么呢 就是到了牛市的时候 假如我们发现这个价格已经涨到了我们机器 一两个月能回本的时候 我们可以可以把它卖掉 因为我们机器还有呢 对吧 你像很多比特币矿机就是那样吗 很多现在比特币的矿机大佬 现在正在卖机器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能把之前的本金 不但能收回本金 还在这么几年都挖了好多币了 我们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商量一下 定好 如果是大家都同意 我们可以把它去卖掉 处理掉 所以我们投资了以后 会有一定的 就是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有一定的参与权 不是参与权 就是我们合同率会有 就是你想提前推出没问题 您可以去把它卖掉 但是呢 我们会有一些 一些就是 条件的 就是大家什么时候条件 怎么解除这个合同 反正是这个事我觉得是 怎么说呢 我们自己是 为什么我自己投挂矿 也没有去定投呢 因为我这个是想明白了 就是我们最终 不但拿了 不但在熊市的时候 漫长的熊市 我们很开心的拿到了更多的币 而且我们本身的矿机的成本 硬盘也好 我们的机器也好 这个成本呢 我们在下一波牛市的时候 我们把它去处理掉 我们可能把布兰拿回来本金 还白白得了这么几年的币 这是其实最合理的一个收益 但是你如果说你说你定投去定投这个币的话 你这么多钱也就是买这么多了 对吧 你最终的话 不论怎么样 你手里的 你把手里的币买完之后 机器也是没有的 至于哪个合适 我不敢说 知道吧 因为我 如果是您的币的话 都是在最低点买的 那可能真的比 投资这个机器 去发摩 去更低也好 但是 谁能把握到最低点呢 这都不好说的 是这样 谢谢您分享 没事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 就是说 比如说 我们在期待了一个 就是一个 必然会来临的一个熊市阶段之前 相当于就是我们不去囤货 我们去投资工厂 是不是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呢 比如说你现在 如果你对一个产品非常感兴趣 那无非就几种方法 一个是囤货 一个是买它的期权 对吧 那期权来讲呢 或者说像期货 这种的来讲 作为一个金融产品 它的代价也是蛮高的吧 所以来讲 是不是买这个 生产这个产品的工厂 可能是不是就变成了 这么一种投资模式啊 我这么理解 可以 我刚才说了 你就把它想成一个印钞机就好 对吧 你有钱 你是买一些这个 想买的这个 你说印钞机 或印股票的机器吧 你是想买一些钞票呢 还是想买个印钞的机器呢 我觉得和这个是区别的 好 那今天呢 因为已经过超时时间挺长的啊 就是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啊 因为今天有两个多小时了 感谢Aaron 再次感谢Aaron啊 那个如果想那个参与这个 家发我们这个项目的啊 最后一个机会啊 扫描入群 然后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就结束了啊 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玩啊 虽然说这个黑五过得有点黑啊 黑天鹅比较 比较今天比较疯狂啊 大家就安慰安慰啊 自我安慰一下啊 那个好好的过一个周末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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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